接下來我們來實作add的成員函數 在實作add的成員函數的時候 跟剛剛不一樣的是 我們把整個函數的定義寫在這個類別的框架裡頭 我們來實作看看 首先一開始在做加法的時候 就如同剛剛這邊的例子 4跟8要相加 那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淨位的部分要先讓它設成0 因此我們會先讓carry的這個數值 讓它等於0 就是在對應這個部分 這個初始的淨位的這個數值是0 然後接著呢 我們需要讓每個位數都去做這兩兩之間的相加 因此我們一樣寫個for回圈 4int i等於0 從0開始 i小於4 每次i等於i加1 到這邊呢 用大括號掛起來 然後這裡頭呢 我們就去讓說 自己本身的這個NUM 中括號0 的這個地方 NUM 中括號現在 i等於0 它會等於呢 NUM 中括號i 去加上 另外一個 另一個 big integer 所以加上 other 點 NUM 中括號 i 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4跟8相加起來 就會得到12的結果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讓這個淨位的部分 carry 它會等於NUM 它會等於NUM 中括號i 目前得到的結果是12 它讓它去MOD 10 不對 讓它去除以10 這邊寫錯了 讓它去除以10 在這裡的話我們要得到的是 就是淨位的結果 我們要取得 它的淨位 就是取得這個淨位的這個e 然後讓NUM 中括號i 會等於 NUM 中括號i 去MOD 10 取以數 那就會得到這個2的結果 這樣 所以呢 透過這個4回圈的設計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兩個數字 自己本身 跟另外一個 BigInt 兩個相加 透過這一行 把這兩個相加 然後把淨位算出來 然後把那個 這個 余數 也給 求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整個加法的計算 因此呢到目前為止我們就完成了整個BigInteger的類別設計 在這個地方就是給個右大掛號 然後給個分號 表示我完成了這整個類別的設計 那在這個類別設計裡頭呢 其中 就是 Init 跟print 我們這邊是給宣告 那 add的部分呢 我們給了它完整的定義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進行這整個BigInteger的類別的整合實作 以及組成式的撰寫